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庆最繁华的解放赔商圈就要成为我人生新的战场 从今天开始 我将用自己的方式去追踪一群正在脑缺的背影 进入一个即将消失的行业 老黄今年65岁 重庆江津人 1992年加入山城邦邦大军 是一名有着22年邦年的资深邦邦哥 因为十多天前的一次邂逅 我们一见如故 并且确定了师徒关系 他如约帮我在自立项午13号租了 反正你要监督 如果懒得的话 你要监督 紧随老黄走进自立项 恍若一脚踏进了美丽渔中 一个正在流浓的伤疤 自立项与解放碑 直线距离不到300米 巷子里没有人清楚 他时间有哪年哪月 只有几个老人知道 他们住进自立项的时候 还没有解放碑 或许是巷子里 历来住的都是小商小贩和手艺人 靠着勤劳接俭 自立根深自使勤力过日子 自立项如此的美 今天的自立项 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据说 这里作为渔中区旧城改造 最后的攻坚目标之一 已经被纳入了 蔚来金融街的规划图 拆迁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展开 只是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矛盾 难以调和 进展比较缓慢 而今居住在这里的人 大多都是外南农民工 他们无需关心巷子的蔚来 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 我这个包子还有点费劲 进来 你看你还拍这个楼梯啊 那个有点黑 看不到呗 岁月更替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 公路四通八达 今日山城正在告别 尖挑被扛的历史 曾经浩浩荡荡的棒棒大军 十之八九都已改行 只有脑黄和一些跟他一样 眼睛花了 头发白了 急被驼了的人 还在艰难守候着 这个后继无人的行业 我在自立项五十三号的邻居 都是棒棒 河南住在我的楼上 因为是棒棒行业里 为数不多的中原人 所以家乡省份的名称 就成了他在重庆的名字 河南今年四十四岁 到重庆已经整整二十年 前十七年在街头当棒棒 后三年给一个大排档做杂工 一个多月前 因为两个鸡蛋与老板发生矛盾 失业至今 河南斗里总共还有七块钱 但是他并不着急 他说当棒棒没出息 最近找到了新的出路 只有一个阁楼的第四层 是老干的地盘 老干的门 无论是开还是关 都只具有象征意义 老干是四川临水人 今年五十九岁 傍宁三十年 现在干着给两个大排档 出摊的固定应用 去年年底 老干为自己添置了一台二手影碟机 和一张牛三姐电影光盘 眼下的休息时间足不出乎 天天关在屋里看牛三姐 他说 牛三姐真好看 一楼是房东大师 堆放物资的仓库 大师是重庆河川人 1982年投身山城棒棒大军 刚来的时候儿子一岁 现在孙子五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